204题 204题里面其实大概都差不多了 其实题目里面的不外乎就是要你先开启那个档 开启来之后的话呢 最重要就是那个设计项目 然后他这边总共1234 然后呢 后面的话还没有5 有那个ABCD 所以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 分别把这个题目给做完 那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要变更那个投影片的布景主题为Office 所以你打开之后的话 那你第一个当然就是开起来之后 他这个题目里面呢 他第一个要我们变更那个布景主题 所以布景主题你要找到设计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不管是什么证照 其实我也考过那个像MOS的证照 就是那个微软的那个原厂的证照 跟那个TQC的证照 其实他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说他其实考你熟不熟 比如说他给你一个问题 你要马上知道对应的功能的位置在哪里 并且把它设定出来 比如说设计里面的话 布景主题在这里 但是布景主题里面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变化里面的话 假如说我要把它改成Office的话 他这边有提到什么了 题目里面就是说呢 帮我把布景主题色彩 有没有 这边布景主题 其实这边应该有个的 不过他没有加一个的的色彩才对 因为那个命题委员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把那个 题目比较明确的话 应该是布景主题的色彩为Office 那所以呢布景主题我们找到了 不过布景主题是在左边 应该是的变化色彩 所以变化的色彩 所以色彩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色彩里面有个Office OK那你就点击那个Office 这样的话呢他就改变完成了 所以第一点就完工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再来什么 编辑那个投影片2的表格 和显示的格式 所以接下来的话 你就要找到关键点 所以其实就是按部就班 投影片2 所以要先点这一个的表格 所以你要找到投影片里面的表格 显示格式 把这总共有4点分别做完 第一个的话呢 表格的样式 做这些 第二个表格样式需要变更什么呢 包含那个 就是需要包含标题列跟代状列 并取消首栏 所以他这边有一些相关 那我们就按部就班分别完成 第一个 我们先点选那个投影片2 找到他的表格 里面有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的话 你会发现你游标放里面之后 跟放外面有什么差别 点下去 有没有发现 上方 这个如果是一个表格 其实有时候是从握的 或也是有贴过来的 如果你点选他之后的话 上方应该都会出现表格 工具的一些相关设定跟版面配置 但如果说了 以后你点下去之后 发现他不是表格工具的话 他可能是一个格式 那有可能这就是一张图 而不是一个表格 OK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要借由这个观察 到底这个是不是一个表格 是的话呢 你就是点选他 接下来切到哪里呢 切到设计 跟那个版面配置 记得 我是建议 未来如果你要把那个证照 考试顺利的话 我是建议 就是把上面的功能 一定要熟悉一下 比如设计里面 他提供什么功能 这些表格样式的选项 跟表格样式 还有他的框线 网底就是他底色 框线效果等等的 这些可能要把它熟悉 其中的话 当然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要把他的样式 改成中等深浅样式3 辐射1 所以你就要找到什么 先选取他 其实这个好像不用整个选取 如果是在ESA 有可能要整个选取 不过游标放里面之后 我们试试看 那点下去之后 样式 样式在设计里面的样式 点下去之后 中等深浅的什么呢 他要是辐射 辐射3 中等深浅样式 中等深浅找到了 他是要 样式3的辐射1 所以样式3的辐射1 有点 样式3的辐射1 找到了 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你要找到 这个样式1 样式2 样式3 所以他基本上是由上往下 那辐射1都在这里 这个是辐射 这个是没有辐射 那这个辐射2 OK 所以你要按照这个顺序 那把需要的点击 那就完成他要的这个效果 再来的话呢 他要什么呢 再来就是他要这个表格样式 包含有标题列 代状列 但是要取消什么 取消蓝 手蓝 取消手蓝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怎么样打标题列要 所以打勾 特别重要要的是打勾 代状列打勾 取消手蓝 所以把手蓝打勾取消 OK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那也就是你要看懂那题目啦 其实你会发现 题目里面就有答案 只是说你恐怕要慢慢习惯的是什么 他怎么叙述 所以样式需要包含 这个 跟这个 取消 这个 OK 那就可以把这个给做出来了 那请各位先试到这里好了 待会我们再往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